只要能跑能跳能走路能说话都能去TVB议员训练班碰碰运气 长相啥的真不重要 你看廖伟雄都长这样了还是能和各路美女搭档也难一好 本期的木龙巨叨叨就和你聊聊TVB议员训练班的门槛有多低 像欧阳振华这长相考北影中戏完全白日做梦 但TVB的议员训练班就会给足考生勇气 仿佛富士康在招工只要四肢健全五官不走样 谁都可以逾越龙门 这么说吧就算你之前做过老小学没毕业 混国黑社会上一副一样接受 只要你有自信 所以TVB就有了推销员周润发 刘拆杜琪峰 卖电器的梁朝伟 做文员的周星驰 混社会的大逼哥 和曾经出过事的古天乐 当时TVB的政策是只要你通过面试就能带心培训 除了底薪还给学员们发交通 伙食补助 如果你放学不回家去剧组跑龙套 还有额外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只要你毕业就会和TVB签约 一条星光大道就在眼前 关键是TVB招生不看长相 所以就有很多人来报名 竞争非常激烈 当年邵逸夫让黄月华在大门口发宣传广告 可把刘德华震慑出了 当时他就惊想 连站门口的人都长这么好看 自己能被录取吗 早期的医员训练班学识是一年 前半年是课堂教学 主要以理论为主 后半年以实践为主 还有少量的课程辅导 随着TVB黄金期的到来 医员训练班还进行了戏话 有表演班 舞蹈班 主持班 导演班 学习时长也有一年缩短到半年 因为TVB急需用人 当然进入医员训练班 也不代表你就能和TVB签约 他们每三个月就考核一次 如果不及格就会被淘汰 还有辛辛苦苦熬了一年 结果临门一脚被淘汰的 那更可惜 当年汤正夜就属于死亡线徘徊的角色 医员训练班的教室 就在TVB影视大楼的一脚 所以当你踏入医员训练班的第一天 就已经成为TVB的龙套了 如果现在邵逸夫还在 TVB绝对能够起死回生 他打造的娱乐帝国 已经形成闭环管理 各项机制都很健全 传奇大逢绝非浪得虚名 你认为呢 一个议员训练班 半个香港娱乐圈 上一幅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要培养亲生子的小九九 日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有人会说 亲生子养肥了也会离场啊 没错 演员红了身家暴涨 也会要求加薪 但再红的明星 也不一定能保证 下一部作品一定赚大钱 所以作为老板 当然不愿意加薪 和你不愿意高薪留人 自有别的电视台愿意 看着自己一手捧红的演员 飞了却是无可奈何 这仿佛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但邵逸夫是老江湖 他的手段是 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 1971年 无限音员训练班成立了 他的想法很超前 只要我每年都培养出 一批优秀的学员 当中总会有几个爆火 如果演员红了想飞 我也不怕 因为第二年又有新鲜的血液流入 能捧红你 我也能捧红别人 邵逸夫的决定 让TVB在挑选演员上 由被动变为主动 不得不说 江还是老的啦 果然不出他所料 吴梦达欠赌债被雪藏 刘德华毕业了 刘德华想单非被雪藏 张未见的猴王又横空出世了 黄日华走了 还有欧阳振华 罗家良不干了 还有古天乐 总之没人能难得了我六叔 所以说想再搞圈混 就别和邵逸夫玩心眼 重别提加薪 你都不过他的 关于议员训练班的师资力量 少一副不敢怠慢 这关系到TVB的未来 这是他想到了钟景辉 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戏剧表演专业 说是毕业后在金辉大学当戏剧老师 要想学员们的整体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 必须把钟景辉请来 于是TVB就给中子高级编导 和节目经理的待遇 钟景辉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使徒行者里的钱瑞恩 我第一次见他 就觉得这个老爷子肯定不简单 每年TVB招收学员 被刷掉的演员钟景辉 都会再过一遍 钟润发就是他 从唐太者名单中逃回来的 可以说没有钟景辉 邵逸夫的设想再好也实施不了 点关注咱接着往下聊 TVB能开办艺人训练班 这都是拜王宇所赐 他想让邵逸夫加薪 结果上市根本不搭理他 王宇想东家不敢干西家 王宇现在这么有名 非得待在邵市吗 这时邵逸夫就拿出 王宇的合同说道 你想走可以 把美约金赔付一下 王宇是何许人也 是讲合同的人吗 趁夜黑风高之时 王宇一把火 把上市的办公室给烧了 合同全部化为灰烬 邵逸夫苦不堪言 看来想拿一纸合同 就把人绑住完全不可能 员工看住公司无非两点 一是有钱赚 二是有前途 一旦有了前途 那坐地起家 必然是必然结果 所以成立TVB后 邵逸夫怕重蹈覆辙 花多少钱都要成立培训班 所以赵卫健和他叫嚣 吴君如吐槽工资低的时候 TVB一点都不怕 因为一元训练班 是TVB的输血基地呀 当然亚式也有一元训练班 为何只有TVB成功了 我们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幻想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到我了